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早就發生了一宗看起來挺好笑 想起來很悲哀的事件 話說在今早的清晨五點多 在旺角度的維康超級市場外邊 有一些超市送貨工人 把那些貨物放在超市門口 包括有很多條的刺紙 當然這些刺紙堆積如山 令到很多市民雙眼發光 甚至使得有些人動了歪念 在15分鐘以後 有三名二十多歲 戴著鴨舌帽和口罩的歹徒就出現了 其中一名是鴨蟲 拿刀來紙客超市職員 另外兩人 將卡板上大約50條的刺紙 搬到手推車上 然後向洗衣街方向逃去無蹤 至於其他汽水和飲品 繼續懸風不動 擺在超市外邊 根據超市職員透露 被掠去的 是有50條 verjoy 排斥紙 每條是12卷 所以一共被納走了600卷 總值大約1800元 這件事件 當然背後隱藏著 非常多的訊息 首先反映得出 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 就是無能 管治無方 我無意為這三名歹徒 說入吳河的藉口來辯護 他們絕對是需要成之於法 警察就應該好去捉人 而且把那些廁紙 歸還給 惠康超市 好了 特區政府怎麼無能法呢 當市民買米難 買口罩難 買消毒用品難 買廁紙難 那麼多問題存在的時候 到底特區政府為什麼仍然可以採取一種消極不作為的態度 完全不去思考一下如何調控和管制物價和供應 一味以自由市場作為擋箭牌 每次有記者或者學者出來問你的時候 就制出這副 自由市場的神主牌 就將所有的責任推躺過去 要你特區政府有什麼用 經常說大市場小政府 這個全民都小政府 只不過市場 你怎麼來規管 是不是任由商家 尤其是售賣口罩的商家 團職居其謀取暴利 至於這些民生的必需品 我相信那些超市就不會團職居其 只不過在番貨上面 它是存在了困難 你特區政府正在做什麼呢 有沒有做事呢 你看一下隔壁的中華民國政府 蔡英文總統 前天去了宜蘭酒廠參觀 人家宜蘭酒廠本來就是生產一些酒類的飲品 現在決定不生產酒精類飲品 就去生產75%的防疫酒精 每天生產的數目就是20萬瓶 就是要解決目前台灣市民買酒精難的狀況 人家就是有這種氣魄 有這種胸襟 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在做什麼呢 請問是 現在有些商人去買口罩機回來 你才後知後覺又在資助 他知道什麼 要不你資助 因為本身那些商人是有錢的 但是在買的原材料方面是有問題的 你有沒有幫他們想辦法 有沒有 請問是 你在做什麼 特區政府成立了20多年以來 經常強調所謂產業的轉型 總之轉來轉去 仍然就是那四大產業 全部都是以服務業為主 一個發達的城市 當然是以服務業為主 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你的服務業 尤其是旅遊業 酒店業等等 就是以單一客源 你過度依賴大陸的旅客 是不是 現在就是仆值 當那個旅客 入境的人數 斷崖式下跌的時候 而且你對於那些第一產業 你就趕絕他 那些餘農業 你就叫他收盪 收回他們的牌 好了 對於輕工業和實業 你就採取一種 放任不管 你是不會服役他們去上位 你是不會支持他們去做 現在當然 因為缺口罩 你就會支持那些口罩的生產商 平時的時候 你對於工業 你會有什麼發展 一個城市這樣 是不健康的 對不對 台灣他們就有這樣的 不只是說主權 有些人搞錯了 台灣有主權 所以他可以這樣做 不單只是主權那麼簡單 而是因為人家仍然是有一定的工業的規模 所以就可以非常靈活地調度自己的工廠 他的生產作業模式 本來生產酒精類飲品 改為生產75%的 防疫酒精 可以解決市面上買酒精難的困局 但是特區政府有沒有這樣的軟件 當然沒有 是不是 一味懂得煮過來就吃 永遠看東西就是在目前那一刻 一味懂得投機炒賣各樣的東西 你有什麼做過呢 就是過去的二十幾年 這特區政府完全是空轉的 經常依靠民間的力量 有什麼用 你這幫政府不如全體總辭好 不要出糧 喂 現在根本上你不存在和存在有什麼分別呢 對於我們香港市民來說 蛤 你有什麼作為呢 這個特區政府其實是 完全不作為 好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信心的危機出現了 這幫歹徒 他犯案的動機很明顯 就不是為了金錢利益 如果他要轉售圖利 也不會去納廁紙 納到盡才只有1800元 為了錢就應該去金譜和銀行 但是他就去了超市納廁紙 很多市民 目前你所說就是囤積物資 一見到有米賣 一見到有廁紙賣 就馬上去控搶購 這個反映得出是什麼呢 就是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 跌到零 甚至乎是負值 否則他們不應該這麼擔心 擔心的源頭來自什麼呢 就是源自於特區政府至今仍然 不肯實施全面封關 日本就有版你看 他不全面封關 搞到各地的事情 周圍都是 特區政府仍然不肯做 目前深圳灣的入境人次 從最低的時候只剩下300多人 去到前日 因為昨天的數據未出 前日已經去到900多人 接近1000人 就證明了你所謂強制檢疫的措施 完全沒有任何阻嚇作用 因為你是太過久留 我已經早在兩三個禮拜之前 就已經預言過 當市民知道你這個強制檢疫的措施 那麼流的時候 那個入境人次肯定會回升 而你這樣 繼續用這種模式來操作 遲早崩盤 你有多少所謂執法人員在搞特激檢查 你能不能夠維持得到 所謂檢查系統 好了 你不肯全面封關之餘 還有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的所謂抗疫能力 亦都是成疑 因為你至今仍然不肯宣佈停工 大陸很多的城市 他們都宣佈延遲復工 就算中央落命令 地方政府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特區政府 有些工種 例如公務員 在家工作 其他人又冒著風險去上班 我已經多次建議特區政府 決定要全面停工14天 所有的各行各業 就進行補助 每一名市民每天就給他們幾個水火 絕對是可以 減少到社區爆發的危機 但是特區政府就肯定不肯去做 我說來都是白說 但是我也要說 因為這個建議是可行的 好了 那現在 那些市民不信任你的時候 就慢慢不停 一見就買 一見就買 是不是 這是信心危機 彭博就說香港正在走向一個failed state 即是失敗國家 我認為他這個判斷 是很客觀的 好了又說說關於香港的疫情發展 昨天有一個住在太古城的工程師 就確診了 原來在今早 他的同事也是初步確診了 當然是需要覆檢 但是已經是初步確診了 這是一個什麼訊息呢 就告訴大家 政府不停工 市民就要自救 如何自救呢 我就有幾個建議給大家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由今天開始應該實施 自行進食午餐 就不應該再 具於那些所謂同齊的壓力 就去跟一群同事吃飯 我在直播節目當中 有一些益友打電話上來 也是這樣說的 就說他們已經 實施了這個方法很久了 我是讚賞他們的 大家千萬不要懼怕 說什麼獨家村各樣的事情 除非 你是一支工 以及回到家是自己住的 否則你就不只是向自己負責 你是要向自己的家人生命負責 自己的子女生命負責 或者自己的父母的生命負責 這件事是要說得非常清晰 不只是顧你自己的 像這個人那樣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來你傳染到 到底是不是午餐的時候 大家曾經一起進食 或者是大家 回到辦公的時候 就脫下口罩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樣傳染 但是 減少共同進食 絕對是一個預防的方法 大家千萬不要有那些很低B的忌諱 害怕能夠埋不住堆 還埋什麼堆 這件事就算不死也會有後遺症 很嚴重的 第二個建議是什麼呢 假期的時候避免外出 包括避免外出進食 我在網上看到有些人就說 現在當然大家都知道 茶樓的晚市已經是很多收了檔 簡直就不開 這些打邊爐的生意一落千丈 但是韓燒就是要排長龍 要排隊 這個就反映得出 部分人 繼續行險以僥行 以為不去打邊爐又沒事 打邊爐到底他是經過什麼途徑來傳播 我說過很多次有三種的途徑 包括直接接觸 飛沫接觸 以及 氣溶膠 即是無花粒子 你去韓燒的時候 一樣有無花粒子 一樣你不是自己去吃的 你全部人去吃的嘛 你和朋友和家人去吃的嘛 為什麼會 喂 已經懂得不去喝茶 不去打邊爐 但是去吃韓燒 當然有些人就說 你神區都白癡的 難道這段時間 經常都在家裡自己煮嗎 我就告訴你一個答案 是 絕對是 因為你要對自己負責 對自己的家人負責 對自己的子女負責 你就應該要這樣做 不應該行險以僥行 不應該說 這段時間這樣屈住很慘 慘得過你進了隔離病房 慘得過你一輩子 所以大家不要怪我激動 真的要三思而後行 我也是想為大家好 出發點都是為了大家好 不是要規管大家做什麼做什麼 當這件事不再存在的時候 天天吃七吃都沒有人管你 我也是希望大家好 希望這個社會好 第三個建議就是 希望那些宗教團體 將聚會暫停或者改為 電子聚會 不要再搞那些聚會 因為實在是太多個案 都說有出席過那些教會的活動 新加坡也是有一個教會 發生了群聚的傳播 希望真的暫停 我不會質疑上帝的存在 只不過上帝存在的時候 這個世界仍然會有戰火 仍然會有瘟疫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做任何事 記得不單止是向你自己負責 還有家人 還有子女 還有父母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